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武安 大家好我是林何彦 昨天晚上美股收红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低震荡 中场小跌了15点 指数来到了17294 成交量是2821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美股跌一天 昨天又创新高 是 美国股市真的好强啊 真的 台北股市昨天跌比较多 106点 我这怎么说的 有跌你才有减便宜的机会嘛 是 所以趁跌的时候 你要赶快下去买 你要快落去 我一直在跟你加油 然后一直在帮你打气 今天就跌比较少了 对不对 人跌106点 今天小跌15点 OTC指数持续创新高 这个行情已经演变到资金行情了 热钱一直涌进来台湾 外资光是11月已经买了2000多亿了 外资买就没乎了 然后大家还在胆怯 今天成交量2821亿 还是保持着攻击量的动能 所以你不要去关心基础 你不要去怕基础 不要去担心指数的问题 赶快找股票买就对 金融股票买就对了 企业就不要再摸了 都涨那么高了 你再去买 帮人家换手而已嘛 对不对 企业如果一杀出来 就变成你套在上面啊 我们就找那个探大钱 价钱现在又涮涮了 相对在底部区 尤其北比很低的股票 买这个就没风险了嘛 你就不用担心了嘛 在多头市场本来就是轮动的架构 轮来轮去 底部的股票 只要一轮到它 一上来 就是30% 50% 这样做到会孤单 所以不用去担心指数的问题 指数还会再涨 会再去啦 你担心指数 这个礼拜天 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 这两条银行你来听 担心指数 大部分我会说得很上次 让你了解 你如果关心指数的话 银行要来听 听完之后心定下来了 看到目标会涨到哪里了 那我再讲极支好的标的 让你从底部去投资 让你接下来的选举行情 还能够继续50% 50%赚下去 你看已经那么多档50%的股票了 对 专计第1号145% 第2号115% 第4号也已经50% 天狱120元 比较290元 一档一档50%的股票一直出来 20% 30%我就不跟你说了 因为还没有达标 等到达标 对线我们再来讲 还有刚要开始的 我们现在全力锁定 第4号到第5号 今天这两支股票都起两趴在 随时会称 礼拜五就是总统大选 参加登记的人 最后的报名时间 到时候不管是两组人马 或者是三组 只要一登记下去 真正的选举行情 会越来越精彩 真正的选举行情 才会开始白乐化而已 所以这几支选举的概念股 后面都会再起床 尤其第4号到第5号 尤其这两支股票 第4号本比较6倍而已 今年大赚6块钱 获利创历史新高 本比较6倍 打着灯笼你都无处找这么好的标的 大赚6块钱本一比6倍 这里消去股票 到时候一发动起来 后面空间又很大 第5号 三百五十元 跌到剩下2百一十元 这样你还不够 而且去年赚11块钱已经很厉害了 今年大赚18块 明年继续赚到20块 我专门的赚大赚1块钱 我专门拿大赚大赚的股票给你们 你们放什么地 放什么做 要加油 不担你不担不担 要有企图心 你才能够成大事赚大钱 畏畏缩缩缩 永远都没有办法有好的成就 当美国道雄又创新高 已经涨2988点了 纳达克这一波也涨了21% 所以美国股是很强的啦 昨天IC股的部分 AI的部分 AMD涨了2.8%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灰达的部分 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会拌得对下去 也没拌得对下去 2.4%而已 人家挥达的财报是好的不得了 第三季营收成长了2倍 获利成长6倍 那财报发布出来 下跌2%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5.4%给美金啊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我教过你们嘛 利多发布前已经大涨了 那利多发布就会有一些人 利用利多去偷跑嘛 所以上涨之后再发布利多 不一定是好事 那如果是还在底部发布利多的 那就从底部开始起涨了 昨天回答最后收盘是小跌2% 那大家担心 中国大陆的市场 会受影响 这个本来大家都知道的啊 美中贸易战打了那么久了 对不对 半导铁的部分限制也那么久了 只是扩大 那就算扩大 大陆市场受到一点影响 以灰达的晶片 全市场缺货在墙 大陆那边受影响 其他地方强的嘛 所以公司估计 第四季的营收 还会比第三季 继续成长10% 预估200亿美元 是 大陆就算有影响整体营收 还是持续成长 那台湾AI概念股 一看到 回答一跌个2%而已 哇 昨天跌得鼻青脸肿 我昨天讲过了嘛 你要当人家供应商 要当人家供应链 要配合回答一起 在全世界征战 你有信心嘛 你有keeping嘛 我相信这些大老板 这些AI的公司 每一家都很有企图心 大家都摩拳擦掌 要配合回答一起 从全世界赚大钱 可是很奇怪 反而小股东没信心 你要当老板很有企图心 摩拳擦掌要全力一搏了 就小股东走到 这些信心就没 人家回答是创历史新高 那我们AI概念股 跌两层跌三层 又跌在地步 摩拳这么烧 你又没信心 你又不敢买 那股东西 在这三百 三百多块 大家一直唱 人类院叫你们不要再买了 不要再买了 都都抖不住 那现在跌到两百块钱了 店都不敢买 很奇怪 那你不敢买我们里面 里面的 我们220买 最多长后248 那昨天就算掉下来 今天收平盘 今天收到233 那就算233 那220买的 所以你敢买底部 风险小 行情涨起来利润大 那你如果只是敢追高 你看你前两天 248 你去追240几的 昨天这样一打下来 你就套到了啊 那或许只是短线的修正 可是你套到你 一枚信心 后面你就贪不钱了 是不是 那我们买在220的 你行情回涨 我还是赚钱啊 那也是老心在在啊 知道懂了吗 所以一定要养成 敢买底部的好习惯 敢买底部 长期你就是大胤家 那当你 你就贪最多的人 今天台积电涨了一块钱 外资一归对之后 拼命买台积电 总共买了12万张 外资11月买了2000亿 三分之一都爱台积电行凶 买了700多亿 外资11月开始买台积电 林河宴两个月前就要讲台积电了 是 两个月前在515 嗯 在515元我用台积电 換完啊 要买快买 看600 先看600 很多人怀疑啊 外资还在卖 怎么可以买 看600 真的假 现在58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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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被林河宴说中了 是 我在看行情很準 你们长期听我的节目你们知道 大盘也准 个股也准 尤其都从底部开始进场的 台积电又要去啦 外资把重兵摆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又要去 联电比台积电还强 啊 联电今天涨5毛钱 昨天大盘跌了100点 106点 联电也是小跌啊 路两个路三个而已啊 外资归队之后 也大买联电 买了14万张 那原本政府就在库盘呢 外资归队也跟着一起买 外资买得比政府晚 外资买的14万张里面 有10万张 是买在11月15号到11月20号的 当时的价位大概就在 49块钱到51块钱 所以外资的成本 几乎联电是在49块到51块 这两块钱里面 那外资49块钱才开始买 他怎么可能让价格下来 对 我们44就开始叫你们爱买了 外资是49块钱开始买的 你们的业务拼外资更厉害不 我们44就叫买的啊 外资49到买的啊 我们拼外资 够贪5块钱在的啊 最近比较强的是世界先进 最近世界先进好强啊 每天都4% 5% 4% 5% 可是你要注意哦 外资世界先进 反而是卖出的哦 11月外资卖世界先进 卖了两万三千张 反而是投信在买 投信买了一万两千张 苦洋在对决 所以最近世界先进比较强 走势比较强 可是外资是卖的哦 要注意哦 外资真正买的重点 还是在台积电跟联电 那联电跟世界先进 两个都做成熟制程 世界先进今年一股 大概赚4块钱 联电赚5块钱 欸世界先进现在 八十三块了 那联电到五十块而已 赚比较多钱的五十块 赚比较少钱的八十几块 这个一比价之下 对联电反而会有支撑的效果 甚至于未来会有补涨的空间 所以你有联电有台积电的 破掉 现在 蓝白和 会不会成功 这两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嘛 对不对 是 因为明天是最后的登记时间 今天会播 他们又在喝咖啡了 是 他们又在喝咖啡了 嗯 那其实我个人认为 合不合 其实 不重要 嗯 以选举行情来看 开始登记参选 才是真正竞争 最剧烈的开始 所以这几党选举概念股 到时候开始鸣枪起跑 选情开始鸣枪起跑 这五支选机的股票 全部都会叮咚 全部议会在动 我们现在重点在第四核和第五核 因为第五核和第二核 都已经去超级一倍了嘛 而且我们也卖掉一半了嘛 我们卖一半 处六个子 我们英文都是贏的 再来布局 布局 比较低 比较低 第四核 比较低到六倍而已 今年贪六块钱 比较低 比较低 这样过去几块 三十几块而已啦 嗯 应该会算啊 是 DPS六块钱 比比六倍 六六三十六 对 价格就是三十几块钱的股票而已嘛 三几块你也不敢去 你要买什么 是 大赚六块钱 正常来说应该多少 应该至少都是六七十块啦 最多六七十块啦 最多六七十块啊 它才三十几块钱而已啊 那第五花这支 三十五 半个钱 两百通 九年贪十一块贪大钱 今年贪十八块 每年贪二十块 就算撇开选情不谈 像这种股票赚大钱 股价在底部 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所以林合院专门找这种标的 让你一档一档安安心心的投资 你放心带我做 你放心带我做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啦 不要因小失大 为了省小钱 然后最后没赚到钱 这才是最冤枉 是 股票市场 行情是时机财 时机来 你要冲 时机来你不冲 你不拼 等到时机过了 你才想要拼 那就没了 所以现在时机正来的时候 乐钱一直涌向台湾 加上选举 这是最好的机会点 要加油 要听到要贏 等下广告时间 打赞进来报名 礼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的讲座 选举行情P2 火力全开 打赞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 现阶段不要被指数影响 迎接资金行情 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全力拼选举行情 一起大赚50% 赶快跟着和颜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欢迎你来电报名 这个礼拜天有两场讲座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进一部内容 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各股表现 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 选举第五号 已经开始准备发动公式 想要知道这一档股票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和颜老师这个礼拜天的两场讲座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 239 239 02 239 239 这次的主题是选举行情 PART 2的操作攻略 想要全力拼选举行情 一起大赚50%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02 239 239 239 02 239 239 8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和颜老师 开始进入选前两个月 选举行情是火力全开 但是选对股票是非常的关键哦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你们一边大家要报名 一边听我说 礼拜天早上台中下午台北 选举行情PART 2 火力全开 什么意思 第一个阶段是选前三个月嘛 我当时跟大家讲 选前三个月 选举行情就会开始发动了 你看我讲完之后 最近是不是去一千四八点了 对 现在开始进入选前两个月 就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了 是的 进入第二阶段火力全开 可是这中间会有一些转折 会涨到某一天的时候 突然会急杀下来 所以在某一天那个时间点要到之前 你要会懂得股票先卖掉一些 不然到时候报上去又报下来 你就白做工 那如果最高的 那反正就会短线逃出了 那等它急跌下来之后 到了某一天 你要趕快去找桌回来 后面又变下去 这外面你听不懂 林雷彦除了专面研究 时间密码以外 选举行情 我研究了二十几年 所以我时间周期 我都可以事先画给你看 直接告诉你 让你提早做好准备 什么时候该买基金 什么时候该卖出 这样做 你才有可能继续贪50% 所以这一次的讲座很重要 你外面听不懂 什么时候该卖的时间点 我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再接回来的时间点 我会事先让你知道 好 今天行情小跌十五点 OTC继续创新高 我说过嘛 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那你就买哪一档 长龙行 油价大跌运费大涨 航空股一定是受惠的 加上股价只有二十几块钱 本一比才七倍 居然来找这种股票 今天长龙行又涨了2.2% 今天国际油价又跌了1.4% 油价目前大概在74美元 你看从94元 拨到74元 航空股 长龙行 眼睛开费费 你如果找不到股票 这种股票都给你探紧了 那我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讲了很多 财务很好的公司 对不对 你看中华汽车 86块钱 我就跟你预告 今年赚一个股票 今年赚一个股本 讲完之后从86 一度涨到107 我们上星期五 100块钱没掉 没掉就落下了 是的 掉下的礼拜一 我们100块钱又买回来 一买回来之后又涨回107 所以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中华汽车会再起了 这两天后又落下来就起了 你可以注意 它明年公司派 依照前几天的法说 公司预期明年还会再成长22% 所以大概明年每股获利 应该会有高达 12块钱的EPS 那股价100出头 本一比大概10倍而已 也会增加的 太阳工业 今天去七百年 对六十八块 现在已经买七十五块了 要不开始充的 今年一够贪八块人的公司 尤其这种100块钱跌下来的 都是在底部的 你看环球今天 大涨八块钱 最多涨了12块钱 我们现在就开始讲 现在要五十四 一张已经买十万块了 你看零的月一档股票 一支股票说两个个 说三个个 从还没涨 在底部天天涨 十天讲 起来讲 路来讲 讲到大涨 让你看到整个过程 由哪个分析师 这样在做分析了 这样你才有办法了解 整支股票的来龙去脉 整个波段你才能赚到 所以方向我对我做 我们坚持直买底部的基欧股 让你在安全安心的环境之下 一档一档 三十八五十八一直在弄下去 等下打断进来报名 礼拜天早上台中下午台北的讲座 选举行情 火力全开 再拼五十 打断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迎接选举行情 我们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全力拼选举行情 一起大赚五十八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彦老师这个礼拜天的两场讲座 主题就是选举行情 Part2的操作攻略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林何彦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的听众朋友 选举的资金行情是火力全开 想要知道这一波行情 到底会涨到哪里 什么时候又应该下车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彦老师这个礼拜天的两场讲座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